網路版的有英文喔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衝破大獎 我們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電影 因為現在滴水池喔 它的水就是一窟一窟的 一窟一窟的 魚會比較集中啦 因為現在是 這邊走 水比較...比較... 沒什麼水因為沒下雨 因為夏天會比較多一點 這邊比較多抓什麼魚 就是有苦花啦 還有外來魚叫那個一隻花的 一隻花 對 一隻花 一隻花是什麼魚 等一下我... 我要可能往外面補到 還有石斑啦 石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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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斑它是跟那個蛇交配的 什麼東西 它是跟蛇交配的 魚嗎 對 你有聽過這種東西嗎 跟蛇交配的酒斑 可以啊 你們該不會講的是 那個部落傳說吧 塞卡製作傳說 它的那個杖的話是不能吃的 對 不能吃 吃的話很容易就拉住去 對 它那個杖不能吃 不是 它真的是跟蛇交配 對 它是隨神交配 魚身蛇交配 就是隨神交配 如果這個魚身好看的話 會不會很難到 說到我們的原住民部落 大多都有狩獵活動 往往不僅是為了蛋白質的攝取 更是和環境管理 社會組織 信仰文化結合在一起 可說是原住民社會 和生態環境長期互動的結果 這個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要垂降的地方了 那我先下去好了 好 這就是慢慢的 他要摸這個解尿 好 這個解一定要摸起來 好 不然滑滑的 那怎麼上來 也是這樣爬上來 上來我們從地零條上來 那邊也是要攀遠 好 也是要攀遠 那邊你這樣爬 對 可以 這個就 一定敢下嗎 嗯 常常這樣爬嗎 好 現在很怕 這樣 新喔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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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不會滑 那那煞車很難 可以嗎 總共 下來慢一點點 因為它會還是會 我們這個底會有一點點滑 我們這就尷尬 這個底就是在這種地方滑 在水裡面就剛剛滑了 可以 可以 對於原住民來說 狩獵絕對不像西方文化 將其視為休閒娛樂或運動 而是生存與文化傳統的根基 且擁有豐富的山林知識 更是成為獵人的必要條件 滿滿的 這些小魚都是一隻花 對啊 對啊 哇 我們原生種就是被一隻花吃掉了 哇 所以說 在公面前會被原來沒有原生種了 現在這一網 有抓到 而且很特別是 三種魚好像都剛好一隻 那一個是一隻花嘛 對 看那個身體 那這一隻是什麼 這隻是 這個就是 中間是苦花 這個就是苦花 這個就是苦花 第一隻是苦花 第一隻是一隻花 第二隻是苦花 這裡有兩隻 兩隻喔 這個是一隻花 苦花 這也是苦花吧 那個 這個石斑就是跟魚交配的 這一個啊 跟蛇交配的 這一個就是石斑 對 這是跟蛇交配的 一隻花最明顯 一隻花有條側線 然後這一個苦花 你可能就要看他 腹部白的部分 銀白色的部分比較多 可是也說不準 因為他這隻更大一點 我們至少是看嘴巴至少 是要看嘴巴 嘴巴 嘴巴 兩種嘴巴不一樣 我們用嘴巴來認就好了 嘴巴認最準了 鼻子的位置啊 嘴巴一個是平的 一個是有弧形的 就長得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更標準 這尖的啦 這尖的 剛剛給我從頭這邊拔對不對 對 從頭拔就可以了 好 欸 好 欸 好多喔 欸 很多 很多很多 可以... 這都是苦花吧 沒有 有一隻花 這一隻 這一隻花好大啊 對 看到... 一隻花還有石斑都有 對... 這一隻花 目前看到最大的一隻花 好 好 然後這個是石斑 看嘴巴 這個石斑 對對對 石斑看嘴巴 石斑是尖的 這就苦花了 現在看... 喔喔喔喔 很多很多 好好好 這個可以煮炸一盤的 可以可以 炸比較好吃還是煮魚湯 都好吃啦 看你怎麼吃 說真打 要不是獵人大哥們的解說 這些淡水魚還真是難以分辨 而除了拉網設置陷阱之外 泰雅族人 另一個最擅長的漁獵方式 就是使用傳統自製的漁槍 潛入水中和獵物一覺搞霞 這樣就拉 然後... 對 而且它就是你看多遠 你就拉多緊嘛 最高可以拉到最前面這邊嗎 看這個相比的韌性 對 幫忙 大哥加油 可以了 現在說不定 這個大隻的耶 這是什麼 一接三叫什麼 一接三叫一叫 這個是... 十一 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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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嘴巴也知道 沒想到只是用橡皮筋做動的漁槍 一樣威力十足 在小小的溪流池當中 成了最順手的工具 不過聽大哥說 要是前進山林之中 所需要的裝備 可就完全不同了 可就完全不同了 上山打獵了 我們現在要換大哥的這個發財車 不然我們車上不去 大哥一般打獵不都晚上嗎 我們要去看陷阱 現在... 三槍很多 看裡面三槍或是... 天氣最好 最好打是不是 對這個天氣三槍會出來 三槍出來 白天就會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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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是竹筍季節 竹筍季節 打竹筍 不是... 山豬 打到山豬 不是打竹筍 打竹筍 我們那是... 看啦 蕭勇士也是要跟著我們一起去的 等一下山豬負責你揹好不好 打到山豬你揹 好不好 從邊上喔 對對對 從邊上去嗎 對 後面有車啦 好 好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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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台我們的車真的上不來 太... 太... 我... 我... 我跟這邊台啦 好 好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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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哇... 哇... 好刺激喔 這個跌度 這個跌度 你看下面 你看那個鞋 滔滔滔滔滔滔 所謂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對部落而言 正是最佳寫照 想吃什麼自己上山找 唯有走進山林 才會讀懂 泰雅族祖先的智慧 有種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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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真的假的 沒有 我們... 這剛進來是不是 小心... 什麼東西啊 這...這種了 哪裡 這是什麼 這個是抽藥 抽藥 這... 剛剛才種而已 剛剛送的 這個我昨天放的 你陷阱你製作的 陷阱你昨天放 昨天什麼時候放的 昨天那個... 下午它就三、四點 哇 你看... 你看我第一次看它臭藥耶 我第一次看它長這個樣子 它會咬嘛 會... 好 我觸摸它... 你看它的那個... 背後的顏色那個花紋 這個就是... 帶回家 我們帶回去 就是我們的... 以前我們老人家的食物 對泰雅族來說 山上就是他們的出發 也是教室 你在這裡想要餵飽自己 就要懂得森林法則 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共存 它這個是山區的裂景 這樣... 這樣... 這個裂景喔 這個就很危險 受景 它從底下 因為我們這邊是山溝 對 山溝的話它有... 它有時候下去吃這些... 菇菇運 對 然後它是從... 這邊爬上來 擠得上去 不要... 不要走到那邊 那邊是陷阱喔 我們先蓋在這邊 蓋在這邊 這裡面是陷阱 枯葉裡面是陷阱 因為它一定會經過這邊嘛 從那邊走下來 完全看不出來耶 我們要... 先輕輕撥開喔 先進去看看啦 先輕輕撥開 喔...看到了 這是...那個... 歪壓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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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塑也是有鋸齒狀那個對不對 對... 對...那個不行 你可以看到這邊大哥他們現在... 這改良式的 這是合法的 是可以使用的 這個補塑器 好 你可以... 你直接壓... 壓中間是不是 對... 它不會整個彈起來喔 不會... 這個... 因為這個是新型的喔 它只會夾住腳 像舊的我們... 的做法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是... 最傳統的... 最傳統不是用這個 最傳統的用竹子或樹 然後... 綁繩對不對 我壓它看喔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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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以為會多大力 或是會把這個夾斷耶 完全不會 不會 它就是彈簧 彈簧彈進去而已 輕輕的收進去而已 你看我現在這樣都拉開 大家可別看這簡單巡視陷阱的動作 過程中可以讓獵人了解動物的習性 植物和地形的知識 什麼動物喜歡吃什麼植物 經常在什麼樣的地形出現 如果是使用獵槍狩獵時 又該在哪裡找水源 什麼地方可以存放獵物 都是一個獵人 基本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人家常說 獵人就像山區的學者 巡獵之後 也會為部落 帶回獵場 及周邊環境最新的狀況 什麼...大概有嗎 沒有... 沒有... 就是抓山區的那個... 我們這種抓足跡的方式 像陷阱在這邊 這邊是它... 它主要的道路 通下去 這個就是傳統的 我們講傳統的 對... 它挖一個洞對不對 對... 然後上面鋪那個板子 木片還竹片 對... 然後下面放那個繩子 是把它埋在下面 然後拉著... 你會看到它拉著這一個... 這一隻... 這一根樹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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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的... 繩子... 它只要放一圈... 它有放一圈的... 它有踩到就這一個... 它踩到這個... 我們這邊有... 那個... 插銷固定... 這樣... 它一踩下去... 它就整個彈上... 像這種的話 不會... 不會很危險的 就是手去按的話 都不會受傷的 因為... 真的假的 對... 這種是套腳式的 還有另外一種 是套頭式的 做法都是一樣的 只是它放的位置高度對不對 對... OK 它就是套腳要走過來... 走過來踏到 就彈起來 就夾住了 壓一下 它壓一下就彈到了 但因為足跡它這種 彈力不需要那麼大嘛 所以它就這一隻 不得不說 原住民的狩獵 絕對不是大家想像的這麼簡單 如果沒有充分的山林知識 進入蠻荒的獵場之中 肯定得要冒著生命危險 尤其是入夜之後的獵場 更是充滿未知的變數與危險 趁著天黑之前 趕緊檢查完最後一門陷阱吧 因為這邊有三槍的路 我們前幾天都來放 嘿 好好好 三槍三槍 三槍算比較大型喔 三槍這邊 大概 都15到20斤啊 15到20斤啊 對... 我以為三槍你們都會用 晚上打的 白天的話就放線 反正它有 有來就有來 沒有就算了 這邊現在三槍多嗎 喔 現在三槍 喔 普遍都很多了 東部啦 或北部山區 我之前去中部也是都是耶 他們說現在晚上三槍都跑一跑去的 所以現在沒有 數量很多 因為數量都沒有保育耶 對對對 因為它數量太多了 它也會危害到那個... 農作物 農作物 喔 撞頭 真的假的啊 撞頭 哪裡哪裡 你真的 欸 你在哪邊 欸 欸 真的幾... 哇 小心喔 小心 停走... 我的媽 喔 我看到繩子它是綁在這邊 有沒有 這一根 它這個跟野豬物是一樣的是不是 一樣的這種陷阱 這個陷阱 這個陷阱就跟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野豬的 山豬的那個 吊腳的 吊腳 對 那是一樣喔 洗賴 是傳統的 傳統的 對 只它的鋼是用鋼層 它這比較細的 是抓三槍的 它就是 倒到它的腳 綁到這邊 對... 它死掉了是不是 這應該是昨天前兩天針到的 前兩天抓到了 對... 你把它撿開來好了 好啊... 小心喔 小心上面喔 小心上面喔 它會彈喔 這個... 這隻算... 這隻也不... 這隻OK耶 這正常喔 算偏小一點點 這個大概... 母的 15斤到20斤左右 15斤到20斤 這樣子很少抓得到吧 用陷阱 因為這邊山區太多了 因為... 我剛剛有講的 這邊有很多水果啊 所以他們都會在這附近 跑來跑去吃水果 對... 然後白天... 在馬路後來都會聽到他們在叫 在叫聲 喔 真的啊 對... 哇... 想不到今天... 完全獵槍派不戰鬥場 看了四門陷阱 就中兩門了 跟著獵人們才發現 自己完全就是個門外汗 很多我們不以為意的舉動 沒有觀察到的細節 其實對於整個狩獵文化影響卻很大 尤其不同部落的文化也都不盡相同 看來想要真正融入原住民的生活 還需要更多的了解與學習 真正的這個山產 所以這都算是部落風味 對...對不對 好 這一枝花 你看到它有一條線 側邊很明顯 我們每天吃是不是 每天吃喔 我們放假就喜歡來那邊 玩水順便抓魚 嗯... 肉很細餒 因為早上才... 才吃個碗喔 比較新鮮 喔很嫩 它也沒什麼苦味啊 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土味啊什麼不會 很香 這是一個山腔 中間... 山腔... 它帶皮耶 你們皮膚不會去掉 直接這樣吃的 因為我們會看 大概15斤以下的話 那個皮是軟的 我們都會... 連帶皮膚 一起吃 它這個就是你講的紅燒嘛 對 它這個爪軟骨 皮真的很嫩 對啊 很嫩 山腔要在它都15斤之下 真嫩 最好吃 但是它也不好吃 因為什麼 其實味道它的皮 很香 這個老一輩的不是這樣吃吧 泰雅老一輩你們都什麼吃 老一輩就是那個湯 老人的話 他們喜歡純煮清湯 它會有那個本身的味道 你說山腔本身的味道 對 那個很重耶 還有它的內臟 它內臟有它的味 然後就是等於 是像煮那種下水湯 完全原味的 味道很重 然後人家最喜歡吃的 對到那個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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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